请收看维新世界 世界和平推手 功德榜 但是把台湾的历史也概括地说了一遍 我今天如果不讲 大概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了 引日本兵进台北城的 请问是谁 是这位先生 他跟一批外国人到戏子 那时候叫随返角 追登咖 戏子啊 古名叫什么 追登咖 他到那边把日本人引进台北城 那他这里面也记载 汉人有吃翻人肉的习惯 甚至拿到市场卖 甚至外销 我现在讲 我是有根据的 这就是树苑 原住民出草 然后我要防止他出草 我的家族 我就要最后 我先讲 我后面我就讲到我自己亲身的经验 我的家族从竹东搬到苗栗之后 我母亲 我外祖父外祖母 还有我祖父全部都是制作章狼 各位知道制作章狼 那几乎是客家人的那个产业 我母亲从苗栗那个章狼树砍完了 然后到台中的东施 然后到阿里山的奋起湖 最后我的阿姨就嫁到嘉义 我母亲亲口跟我讲 到东施的时候 我外祖父从那个水缸里面提起一个 当时是讲藩人的人头 还给大家看 这大概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为什么 因为原住民出草 把汉人的头砍掉 汉人暴腹 把原住民都砍掉 而且泡在水缸里面 我在政大工器中心 当英语训练班主任的时候 我隔壁有一个素菜馆 我去那边尝尝去吃 一位九十几岁的老人家 他一听我是大胡人 他就讲他是胡口人 他说他小时候 你看他九十几岁 他小时候到大胡 那是日本时代了 他到大胡 他叔叔当医生 结果他跟我讲 他说你们大胡人 罪犯 他说你们大胡人乱来 我说怎么搞 他说他去看的时候 正好碰到 杀到原住民 把那原住民的头 放在竹竿上面游接 我如果不讲 你相信吗 这是差不多一百多年前 一百年前的事情 也就是说战争引起的这种愤恨 让人没有人性 没有人性 这就是最糟糕的事情 幸好人是向善的 我的真祖父到了苗栗大胡 跟铜螺交界的中间 我们在开山 结果我真祖父是被原住民 住在公寮里面 用那种竹子尖尖的这样刺到 我真祖父会连武术 然后打退 然后回到家 过没几天就去死 你看这种情况 我们家族一谈就很生气 所以当年我们 只要谈到原住民就非常气 可是 我后来 我父亲在章老局工作 日本的章老局 当时他在山里面要寻山 所以他跟很多原住民 都成为好朋友 而我在苗栗的泰安温泉出生的 日本时代 日本时代 我33年吃的 物质最缺乏 所以我出生是不会哭的 命很硬 所以一定要认一个人当义父 汉人很聪明 你要 不不不 这个命太硬会磕到我 怎么办 找原住民 我母亲就找原住民 我还有原住民的名字 所以我的义父是原住民 然后我的义父 每次打猎打大 什么他都会拿给我吃 后来我知道 我有 大了 我母亲跟我讲 我说想去找 他过世了 三代 两边 有没有 那个书院没有了 就没有了 我父亲后来还做到 泰安乡公所的秘书 辅佐原住民的乡长 然后原住民到我们家吃饭 所以如果这个树苑不化解 永远下棋的话 人类永远没有和平 这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 我就引了麦迪森 第四届美国总统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在所有危及大众自由的因子当中 战争最可怕 因为战争引发其他的因子 没有战争就不会有其他危险因子 不会有负债 不会有税负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战争不断 又可保有自由 你认为他说的对吗 你实在没办法反驳他 我们现在台湾税其实还不算重 很多国家 以色列不用讲 因为他周边都是他的敌国 未来的国防 他的税有非常重 你想想看 如果台湾现在不跟对岸 这样对立的话 不军备竞赛的话 我们的税 其实应该可以降低蛮多的 应该是这样子吧 所以战争绝对是一个 让人家没有自由的一个因素 那讲到族群的和谐 我就顺便另外讲 我这里没有 但是Time杂志 在南斯拉夫刚刚瓦解的时候 报导专题 各位知道南斯拉夫吗 南斯拉夫后来分成三个国家吧 Koroaisea那些 各位知道中南 他叫什么半岛 巴尔干半岛 那是火药库啊 为什么 种族多 宗教多 南斯拉夫一崩解 分成这么小国 小国当中又有很多宗教 不同的宗教 有的信奉基督教 有的信奉回教 本来没有崩解之前 隔壁邻居 不管你是基督教 回教 都相处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一崩解之后 宗教种族的东西就出现 一出现 这是Time都报道 两家人隔壁 一个是基督教 一个是回教 就是因为一崩解 然后种族的因素 宗教的因素被点燃了 两家本来是好朋友 结果这个因素一被点燃 就去强暴隔壁的妇女 是好朋友的 但是他就给他一个cause 一个我有理由 做这种坏事情 因为我要灭绝你的宗教 我要灭绝你的种族 请问 我要灭绝 我要灭绝 那个背后的因素 请问各位 是什么 恨嘛 就是恨嘛 所以只要心有恨 你就不可能有善 就不可能有善 我相信在师父的开示下 怎么样把恨化掉 然后把它变成善的助力 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学习 我也正在学习了 那个资源是非常重要 很多的战争 也是为了资源而来 那刚刚在休息室的时候 师父也在讲 客家人勤俭努努力 对 那因为环境所逼 如果客家人 如果占了很大的地方 南洋的客家人也很有钱 那他也会享受 但是我是觉得 真正的节俭 是坏事吗 不是坏事 我的了解 包含闽南人 外申人 一天提到客家人 很节俭 减过笑 反正所有的那都来了 这都没问题 但是不要忘记 你我都是地球上的客人 所以你也是客人 你也是客家人 我们对这个地球 只有使用权 没有拥有权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不能够把现在的资源 全部用光 要不然 我们后代的子孙 没有资源可以用 我们客家话 骂人骂到最毒的 叫做 古模有数切胎 客家话听得懂 敏南话叫做 古模有数切胎 听得懂吧 我这个做过研究的 听得懂吗 不过文雅的人听不懂 全州叫做古靴有数切胎 古靴有数切胎 古靴有数切胎 但是张州古模有数切胎 所以我做过考证 所以客家话是 古模有数切胎 把三代全部骂光 我们人类 如果不把这个地球 当作是我们只有使用 没有办法拥有的话 我们将来就是 古模有数切胎 古靴有数切胎 因此我们客家话 有一个词汇 现在很少人用 我用到我的副标题 折服的后果 在座的客家朋友 请问你会吗 折服 刚刚举手的 现在不敢承认了 对不是 我说折服 折服 折服其实连雅唐先生的台湾语点 他有 他有 但又不讲了 现在米南话叫 土贼 国语就是浪费 但是我们到底的客家话 叫折服 把福气折掉 大概上个月 报纸报导 台湾人 一年要丢掉 两万七千五百万公顿的食物 一年 要丢掉 在座的请你回去想想看 你的冰箱你一年 过期了丢掉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请法师颁奖给他们 在座的各位一定有 我们从小 家长告诉我们 不要折服 不能折服 因为 东西得来不易 所以千万不要折服 全世界 最折服的国家 全部是哪个国家 美国 美国 大车子 大房子 大汉堡 大牛排 全部都大 但是他消耗掉世界大半的资源 所以怎么样不要去折服 我们来珍惜这个资源 只要珍惜资源 就不会去为了争夺资源 而引起战争 事实上 这个跟族群也有关系 在台湾 一样 在台湾曾经有闽克械豆 各位知道闽克械豆 打得很厉害的 也是死了几十万人 我们有一名庙就是这样来的 那汉源泄豆 不就是为了资源吗 所以怎么样大家好好的 珍惜我们的资源 我是想 这个我们应该好好的 我后面讲 石油 水 粮食 现在大家珍石油 各位知道我们将来会为什么而珍吗 其实我们早期 闽南人客家人 常常为争水泉 争水泉 我从小我在乡下长大 旱灾的时候 为了要水 用锄头饼 去打人 就是打死啊 这就是为了水 这就是为了水 去抢水 将来一定为了粮食 这个我相信太多太多的报道了 地球气候变迁 温度会升高 可耕作的面积越来越少 将来一定为粮食 可能会为粮食战争了 那狗摸要求 紫禁那个我就不讲了 刚刚已经讲 而且那么毒的话 讲太多也不好 请问我是到十二点 到十二点 不行不行 要吃饭 刚刚几位都提过 要避免战争 一定要多容包援 就是说你不要去 你不要说只有我的对 多容包援 绝对是一个民主 必须有的 讲到这个 在台湾 前一阵子 闽南人喜欢叫客家人 客家人 我们客家人 喜欢叫闽南人 叫外省人 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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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都来了 然后闽南人 叫客家人 民事就有一个节目 我曾经为了一个节目 他说 有一个问 爱情hotel 有一个节目 因为我家没有电视 有时候到我岳家去 我岳母就专门看民事的 爱情hotel 他问一个妇女 她是客家人 你要嫁给她吗 我没有要嫁给客人 在电视上公开播出 我当场打电话去抗议 刚刚讲同理心 在某一种情况之下 你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我现在不会讲环了 对不对 为什么 民主的素养 我们必须有这种包容 你不能够随便去 给人家贴标签 所以公平正义 我从事客家运动 二十几年 我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 客家人在台湾 要争取平权 我不要争取特权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应该会同意我的看法 没有一个种族 可以去享有特权 没有一个阶级 可以享有特权 公平正义 其实客家人到哪里 都是要跟人家争考试权 科举 要争土地 历史上的很多名人 包含陈吟雀 非常近代中国最有学问的 大学问家 都是这样过来的 因此客家人 我们曾经说 日久他乡及故乡 比较前面的说法 在座有黄姓的吗 那个姓黄 黄河的黄 还有姓刘的吗 请问你们的认祖诗是什么 会背吗 认祖诗 最后两句是 前面 日久他乡及故乡 这是黄姓跟刘姓的认祖诗 但是我们客家人最后变成 深入他乡及故乡 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 你就要把它当作家乡 我们现在很多华人 早年 破番 到南洋 叫破番 然后赚了钱 一定要回到原乡去怎么样 我们现在到美国 也很多 但是最后搬过去 你要认同那块土地 我们到台湾 不就认同这块土地 那是落地深圳吗 所以这个观点 应该是很重要的观点 这是一个以前的欧洲银行的 那个总裁讲的 当我出生的时候 欧洲与今天截然不同 当时世界经历可怕的经济衰退 这块大陆在一次大战 惨痛教训后 不到半个世纪 又领受到第二次教训 在摆脱独裁 统治阴霾 与保护主义谬误后 欧洲人形成新的信念 不是彼此对抗 而是尊重相互差异 并从中学习 多大的代价 一 二次世界大战的代价 现在才有欧盟 好不容易形成欧盟 不过这阵子又摇摇欲坠了 欧盟 真的啦 你如果不去包容 大概很难去 得到和平 地球公民 这个东西 大家知道很多 我就不讲 因为我只是讲 人会算 天会断 人怎么样去计算 人说人定胜天 但是 最后 谁决定 上天决定 人 人恶怕人 天不怕 人善人气 天不欺 有没有听过 这是我从客音大词典里面找到的 人恶嘛 你会怕人 人怕 你会怕人嘛 但是天不怕 你人善 别人就欺你 但是天不会欺你 最后 所以我说 天灾 世上 就是人祸而来的 我们客家话讲人家 你这个人罪恶满盈 叫做天昌满 你最后还是要去那边报到 你的罪恶到了 你就会 OK 最后我做一个结论 这是英国的作家说的 他说如果历史重复他自己的话 最不会 我们预测不到的 但是还是会发生 换句话说战争有可能发生 这个是人 要没有办法从经验里面去学习到的 因此 我最后建议 法师也说 墨学 墨子的学说 奸爱 非公 上俭 伯障 相信 这是一个我们要和平 非要走的路不可 浪费各位的时间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谢谢彭教授 他有所误解 他只是记得 他等一下要记得 要吃一碗 师傅给他准备的面 所以他怕等一下时间到了 吃不到 这个又就把他 车子把他送走 所以他时间缩短了 我想 谢谢我们彭教授 事实上他是 很用心 他在正大的 英语序 担任过系主任 在正大的工器中心 正大的工器中心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那就是对 企业界 对企业界的 所一个经理 要往上提升的 做最好的训练的一个场所 那他是最早期在台湾 跟Michigan大学合作的 在台湾的最重要的一个中心 所以他在那边 这个主持有关于 产业界的这些 气经人员 这个气经的 主管 做有关的 这个所谓外移的训练 那他平常都非常用功 那刚刚的他只是 事实上 他刚刚在路上 讲的东西很多 他现在突然间 缩短起来了 那 太短了 终点会要退回 是呀 我已经 终点会早就捐掉了 没关系 他有一段文字 我希望他能够练一下 给各位听 因为战争的可怕 我刚刚讲胡传 因为我是 一心一意想吃 那碗意面是对的 因为 总要有心意带回去嘛 这个是胡传 就是胡传的爸爸 有学者 编了胡传与他的家族和家乡 其中有一段 在讲太平天国的时候 他的记录 他文言文 我就用我 很不好的中文程度来诠释 讲太平军打到他那个 他是辉州嘛 他说所到之处 群众都逃入 深山躲避 但太平军紧追不放 跟着烧杀 他的那个庄 山中草棚 两百数十处 就是住的地方全部被烧掉 所以群众只好 晚上睡在山的最高处 看看那个太平军 往哪里跑 他们就相反的方向跑 而且连日下雨 衣服全部湿了 而且肚子非常饿 所以没办法 四生命挤入红毛 连日各有朝不保夕之鱼 下个时刻可能不存在了 最糟糕的是 并且利益大作 瘟病 人食食物 十个人食物 因为战争一定会利益 后面有点恐怖 不过我还是讲了 因为要逃避杀戮 田地荒芜 没有东西吃 所以全部境内都是土匪 贼 没有地方有粮食 人民非常饥饿 做什么 去挖草根来吃 剥树皮来吃 把那些粗坑 粗坑 砸着 那个 那个砸粮这样吃 一次要下好几次 一天要下好几次 但又不能跑太远 有人逃到山里面 但是年底下大雪 八尺那么深 草根树皮没有了 人民非常饿 就死在山沟里面 但是明天一看 肉都没有了 请问为什么 只剩下骨头 因为晚上的时候 鸡鸣就取而食之鱼 我刚刚讲 食人肉 食人肉的故事 因为我写过一篇论文 专门谈到吃人肉的故事 你看战争就那么的残忍无期 中国大陆在文化革命 还有大药境的时候 也吃到 如果各位有兴趣 去看莫言的小说 里面描写的非常非常多 后面描写的 更 有点残忍 他说被杀的无辜民众 他说从我这个村开始 十几个村 横尸遍野 臭不可闻 不过等一下马上要吃饭了 这个讲好不好 他说我家门前的那个溪里面 还有菜园里面 百一百步里面 有二十一具尸体 全部都腐烂 蛆流出来 血流出来 风出臭气 无可避 不能坐 不能睡 邻近很多人 尸横满路 臭惠熏真 大家没有办法去躲啊 怎么办 我有去采那个艾草叶 放在鼻子当中 快步跑过 在座的各位 大概你想象不到 我这个年纪 有去帮人家 抬过棺材的 在座 现在没有这个习惯了 法师有没有 抬过棺材 抬棺材 我们客家人 是要同性的才能抬 去抬 抬到处理得很好的 没问题 处理到 有东西流出来的 你真的是回去 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了 你看这种情况 到处都是 你就想想到 那是多恐怖的事情 事实上最后 她的夫人 就是胡传的夫人 也是被太平君杀死 我会拿这一段 因为各位要找到 这个原本大概也不多 那我就趁这个机会 时间又太早嘛 所以念念跟各位分享一下 谢谢 谢谢 我记得上一次 林聪敏林次长 也在这个会场上头 那我上个月在美国 美国正好在通过一个法案 要等州长要签署 这加州要签署 就是那个鱼翅 就是华人很喜欢这道菜 而且也以为这道菜 才叫做高档的菜 上次林次长就在这里 放了那个鱼翅怎么来的 日本人怎么样的去 抓到鲨鱼后 怎么把这个鱼翅取掉 然后血流流的 再把它放回海里头去 因为有血 所以引来更多的鲨鱼 所以补更多的鲨鱼 大家看了以后 就觉得是 以后可能这道菜 也不必把它当作 什么好菜来吃的 那美国加州州长最后 那也把它签署了 因为认为说 这个是不人道的 我们可以 所以华人那些经营的 认为说他怎么怎么样子 那算是那是你的事情 那不必是把它这个相提并论 所以美国法案通过 华人社会不可以再卖鱼翅 不可以再吃鱼翅 那我想刚刚我们听到 彭教授的这段文字 那各位可以想见得到呢 那你说 感觉上战争好像只是某些事情 各位可能也许 你没有真正体悟到 战争的对你的个人 对你的家庭 或者对你整个 这所谓的族群的一种 这个关系的影响 823炮战 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伤痛的时间 我是28年次 光复的时候开始念书 光复的那一年 我父亲过世 我母亲拉拔我们 五个小孩子长大 我上面的一个哥哥 本来也在高雄的 唐融公司那是做得很好 可是有一天也接到一个 紧急召集令 就是要到金门去 那他就说一个 因为他是高炮部队 那到那边 结果他想尽了办法 回来 事实上他还没有结婚 他就骗的是说 他太太有急事 他要请假几个钟头 他是偷偷回来看我母亲 我母亲早年守寡 等到我们都拉拔的 差不多一段时间 结果我这个第二个哥哥 就这样子去金门 我也没见过 因为他那个时候 是突然间回来 突然间就去报到了 那就这样去 823炮战 对我们家来说 是一个很伤痛的 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人 人家出去外头玩 他没有跟人家出去 结果他就在那个壕沟里头 他们的战区壕沟 结果炸弹就这样 把他活埋了 所以是我去把他的骨灰捧回来的 对我们来说 是我们这种伤痛 我一直没办法接受 虽然说是用尽了方式 来追掉他 但是对我们来说 那都是已经是与世无补 所以刚刚的是 彭教授所念的这一段文字 我想只要说你经历过的话 你可能会对这种事情 你会所谓一个 以物引物 你可能也许就更能够去体悟到 战争在某些时候 也许当作一种操作的一个工具 但是对全民来说的话 总归都不是福祉 我们接着请师父 从宗教的角度 再给我们 也综合他们二位 再给我们做开示 那么请师父 我们杨院长 杨教授 彭教授 刚才我们听了 彭教授关于战争的事情 也是本中文最大的课题 从2003年 遵天法旨 我们有鬼谷子学术研究会 房秘师长 一起来探讨 中华民族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姓氏 我们大部分都讲说百家姓 百家姓 检查的结果呢 慢慢到大陆各地 我们去寻找研究 有多少姓氏 结果有15615姓氏 不是百家姓 那这里呢 我们脑组啊 你们去研究 为什么有这么多姓 后来我就请房秘师长 只有从战争里面去寻找 才能找到为什么这么多姓 结果就是战争 隐姓埋名 改姓改名 都来了 结果从中华三族 原地皇帝战师游 开始 着陆第一场战争 版权之战 就是中华民族第一场的战争 到第三场战争 在云梦山的右边 前面 那里 就是第三场的战争 牧野古战争 是第三场战争 到八二三炮战 大小战争 能够统计到了 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 这是本中文 这几年自立 在要化解战争 必须要把战争的数量 把它查出来 有历史记载了 记载得到3762次大小战争 那么这个战争 又再进一步来探讨 就是从皇帝 糊涂皇帝 这个天族 他们帝王的糊涂 发动了战争 所以到当下 我们金国先生 和邓小平 这个中华民族 五千年来 就有917位天子帝王 五千年就917位天子帝王 而这一切都是战争的源头 若是天主帝王 有上天好生之德 就不会发动 各种不人道的战争 那烟烟相报何时了 我们人从宗教的立场 人死了以后 必定有一个灭在潜藏的怨恨 在我们的脑海 在新田里面 累劫了五千年 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们在2004年 开始举办了联合祭祀大典的目的 也是我们招请了 仰藏活力 用宗教的立场 仰藏活力 来招请 过去3762次大小战争的 燕灵 军民燕灵 入坛 我们召集了 维新宗德意境大学同修 公送各种的租金 来供养 化解民燕 化解心灵的渊愁 所以人的四田里面 从宗教观来看 就因果律 有如我们兴隐大师 他一直在呼吁大家要重视英国 怨恨相报何时了 可惜 现在一些年轻人 他就根本就不信英国 为什么那些人 都那么不好就那么有钱 怎么样 这是错误了教育观 若是从宗教观里面 我们人还有一个灵性 这个也是战争的源头 刚才我们彭教授说了 他住在大湖 以前原住民 出巢 砍人头 拿着这个人头 那个原住民们 嘴灌到头里面去 嘴里面嘴开开了 灌了 他们的原住民呢 就在下面 喝这个 酒 这个也是非常不人道嘛 但是必有因果律嘛 我们汉人从大陆来了 把原住民把他赶上山 结果我们说人家华纳 我们把人家赶走了 所以说人家原来就住在台湾里面 台湾岛这里这么久了 几千年了 结果我们从中国大陆 唐山来到这里 把人家赶到山上去了 就说人家还啊 结果是我们欢 或者他们欢 那应该是 我们汉人比较欢嘛 这也有把 各种的语言的表达方式 确实弄成 人的怨恋相报 何时了 这个都是历史的悲剧 也是世界各国 人类的悲剧 所以大家都自称为 人是最高等的动物 有时候我们要深思 我们要检讨 既然高等动物 为什么会用 各种不好的手段 残害他人的生命 这个也是冤年相报 所以要整个世界和平 这个战争是最大的课题 从小家庭的战争 夫妻的战争 找藏我所谓的法师 来跟我问一件事情 前一段时间就告诉我了 他一个信徒 信徒的爸爸 他们就遭罪进来 这个汉女戏有什么过节呢 就常常不高兴 拿着斩鸡头 斩鸡头 岳父与你戏常常斩鸡头 斩鸡头现在恨啊 就在思想异世界灵魂界里 这个恨恨恨恨了 现在早上问我怎么办 我身不逢其死 我也没有看到 怎么来发解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知知节节小小问题 都是造成小战争 中战争大战争 所以我们遵照老祖开示 大家要诵经 一直诵经来回向 来回向给灵魂界的 最起码从治理里面的意识界 来传达到我们的列祖列宗 朱建灵 化解各种不同的 礼事礼节以来的渊源相报 这个也是我们维新中 疫情大学所有闲事同修 共同的课题 所以我们在元旦 这几年来 在元旦举办了 中华民主联统祭祖大典 我们的祭祖不是只有一姓 而是招请了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同是一条坑下来 同中同源 同祖德 所以要化解战争 必须要各方面的化解 除了教育以外 我们在从宗教方面来化解 那只有从空界 灵魂界来化解 所以我们举办了 中华民主联统祭祖大典 2012年的1月1日下午1点到5点 我们又会在林口大体育馆 举办这个祭祖大典 我们在当场也邀请了两位教授 若是有时间的话 欢迎我们一起来共同一条心 来祭祖化解这个冤筹 这个我们基本的课程 开课题 还有这个是服务 要化学 化解战争 要先服务 也是化解战争的最好方式 服务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是国父的最高境界旅念 释迦牟尼佛 他在天界 在天界 要告诉我们 我们还没来到世间 要来世间投胎以前的 在空界天界的上课教育 就是金刚经 在世间上会碰到很多的烦恼 那时候怎么办 因无所处而生其心 以外 无人相 无我相 无众生相 凡事 我们来到世间 一旦在社村有形的社村以外以后 会自我保护 结果我们忽略了 我们是从天上 金刚界如来来投胎转世 为什么来世间上 就有这么多的保护 等等 这个是在天界 释迦牟尼佛 已经来 我们要来以前 给我们的教育和开示 但是来到世间以后 一位非常伟大 最伟大的历史人物 那个就是圣人 就是我们孙中山先生 我们的国户 他的博爱 就是宗教家 世间的宗教家的上升智慧 还有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这个也是在世间上 对我们人的最上最好的教育 所以天界 因无所处而生其心 在空界 在人间界 就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所以服务也必须要有很多的智慧 那么今天 我们杨教授 他把服务的方向 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会在播出的时候 相信会 普利的大众 大家对于世界要和平 不是单方的 而是多元化的 多方面的智慧 我愿意我们维新中 我们维新大学的所有法师 贤史同修 各位同修 大家以物引物 用我们《易经》与风水的庙法 新法来帮助社会大众 我相信 过尽自己的天职和本分 我相信世界和平 是可以在我们眼前可以见到的 今天我们谢谢两位 还有谢谢杨院长 他非常好的主持 谢谢各位 心理学上把人的需求 做了很清楚的研究 我们人最基层的需求 就是生理上的基本需求 所以这些是说 当我们有生理上的 包括到饮食 包括到身体上的需求 生理上的需求 接着我们就会求安全 安全 当然就是不受威胁和平 再接着就会求的说 我怎么样子能够跟别人 有一个相当的好的互动关系 包括到归属 比如你接纳我 我接纳你 大家互相有所尊重 有所归属 当然是我们开始就会想 那我能不能够为别人 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要发展我的条件 发展我的潜能 然后我要开发我的智慧 去为别人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到对顶端 就是要去利他 要去实现 所以我们每个人世上 都有将一定的这个层次 这个是著名的心理学家 马斯洛所研究 而被学术界所 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论点 通常当我们谈 要安全 要利他 什么谈的叫和平 和平通常有两个系统 可以研究 一个是从正面上 怎么能够增进和平 一个从负面上 怎么减少不和平 在某种族的上 在某种族里上 我们可以和平 和平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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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涡的勇气不在见 祈求彼岸有几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